下水餃 你以為是要清醒她 她清醒滿厲害的 不會破 怎麼辦 我覺得我婆婆會看到 會不會在旁邊捏住妳的 她捏我幹嘛 徐佳穎那售菜時下水餃 出衣不行 只能靠這招寵婆婆 因為其實多年前 有一天先生就說 為什麼妳沒有把我國代言 妳每天都在用 進去歌後徐佳穎代言外送平台 她也透露自己平常不太下廚 經常靠點外送微生 有小孩之後有常常想說 我是不是要學一下 但是就是 欸 怎麼到現在還是那麼不會吃 妳有吃過年蠢的東西 他們有吃過 然後就是炒蛋嘛 就是早餐 連炒蛋都難吃的話 那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就我覺得點的就比較好吃啊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點的 如果要煮的話 我希望是那種 我心情很想要煮的時候 去拿手菜的炒蛋嗎 下水餃 沒有 妳需要心情 那心情蠻厲害的 欸 我不會破耶 老公都沒有特別說 啊 我想要吃妳煮的時候 沒有啊 當然他會很 他會說 那個 其實啊 還是要有人拿手菜啦 怎麼辦 我覺得我婆婆會看到 那我婆婆就很好啊 她真的不會給我壓力 如果她給我壓力的話 我就 她說 我哪敢這樣 她在旁邊捏過妳的 她捏我幹嘛 我婆婆捏 她還要煮水餃 那妳會假裝要去廚房放嗎 假裝 不要再生氣 去廚房放嗎 天啊 我覺得今天這局 好恐怖喔 不是欸 我開演唱會的時候 我都會說 媽妳要幾張票 媽妳那個 妳有朋友想要來開演唱會嗎 然後 我是在這方面 我就會比較積極 一嚇到失誤